到列车道 列车门却没有开 列车道站门却没开 里头人出不来 外面人进不去 东湖站月台急报 文湖县多站大打结 不止东湖站3 南港站等车的也大排长龙 通勤族很紧张 更担心上班要迟到了 今天呢 北杰也发了这个证明 说因为系统运转的因素造成了延误 所以延误大概至少有19分钟 南港人出站至东湖站站列车 发生日常警示 本公司已开完车底转 列车停在轨道上 乘客车上只能大眼瞪小眼 上班接风时刻 北杰却系统出现异常 王东务员方向列车抵达东湖站后 因无法自动打开车门 疑似得该手动 导致东湖站挤满被要求下车乘客 想找个说法 民众没人能问 捷运服务站空空的工作人员全出动 北杰事后证实 7点58分时 一列车因为无法自动行驶 按SOP在东湖进站后 车上约40名旅客全下车清空 处理时间约9分钟 但调整班距道完全恢复正常 耗时会更久 多搭了多久 大概15分钟 多搭了比较多 就是人塞 所以一上车之后就还OK 一上车就还好 速度还可以 平常也一样 列车异常原因将送回机场检查 搭捷运通勤 行程可不想再被打乱 TVB新闻 杨清波 周月峰 林明瑞吳宣同 泰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